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学生四网校高中语文老师 我是刘纯 那我们现在第二讲 关于这个现代文 整个这个提琴全突破呢 咱们讲这个内容是 现代文阅读的整体感知 这一讲的目的是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拿到一篇文章以后 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怎么去读它 这一讲本身不涉及一些 比如说现代文阅读的答题公式 答题技巧 不太涉及这些问题 但是它恰恰解决的是 各位面对现代文阅读的时候 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读 很多时候在过去 这个现代文阅读的辅导过程当中 比如说可能有些老师 要鼓励什么跳读啊 浏览啊 或者先看题目 然后根据题目再去找文章啊 然而现代文阅读 在整个考察的时候 由于很多时候 它是对整体的一些细部 加以命题的 尤其是比如说 关于情感读止题 往往涉及一些 可能不起眼的细节 如果我们只是看了题目 然后回到文章里边 为了这个题目 去匹配答案的话 往往会有一些手足失措 然后详略不当 然后这个颠倒主次 会犯这样一些毛病 所以在我看来 现代文阅读 我们在讲答题公式和计较之前 第一 我们要知道文章拿来怎么读 当然了 我们在面对这些文章的时候 大家的痛苦啊 往往我内心 也会跟各位有所共鸣 所以今天我们在除了解释 如何读现代文阅读以外 我还特意在这些选文上 做了一些文章 选取的文章 往往都是一些比较奇怪 莫名其妙 读上去 让人非常难受 读完以后 让人不知所云这些文章 面对这样的一些文章 如果咱们都可以读 面对那些真正的美文 比如说石铁生先生的 比如说老海棠树 比如说季献林先生 写的这些海棠花 这些思路比较清楚的文章 那可能在操作起来 我们的难度会更低 所以今天这一个课时 基本上我们要处理四篇文章 到五篇文章 我们看这个时间 在这四五篇文章当中 往往都是选的比较 我们加一个引号 叫奇葩这样的文章 面对这样的奇葩文章 如果我们都可以读 而且居然还可以从中 找到一些阅读的乐趣 那恐怕我们对于 现代文阅读这种陌生感 这种恐惧感 这种拿到题目以后 不知所措 这种前期的这些心理问题 可以在这一讲当中 一定得到解决 尤其是那些 可能平常读书 我们说不是特别多 面对这些文章 有些时候 对里面蕴含的东西 可能不是很能理解 对于一些基础 略微有一些薄弱的同学 那么这一讲 希望能够唤起你 对现代文阅读本身 它的这些兴趣 通过这些兴趣 我们再往后 结合这些公式才有意义 否则我们先看题目 明确了 我们再上一讲 倒是明确了 这些题目本身 对应哪些题型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讲题型 对应哪些答题公式 你最多只能把公式的 模板翻上答题纸 但是模板对不对 那可能还是要由 这一讲来解决的 好了 我们可能 那个啰嗦了几句废话 那接下来 现代文阅读 整体感知 那么在这一讲 我的最终的目的是 希望给大家呈现 这么一种叫 草稿纸演算法 我们都说这个数学题 我们在做尤其 这个大的计算题的时候 都叫草稿纸 但是语文考试 可能从来没有配过草稿纸 但其实在我看来 其他的 比如说什么文件文 比如说这个诗歌鉴赏 我们可能还不需要 但是对于现代文阅读来说 如果各位在平时 有那一张草稿纸 能够记录文章 呈现给我们的信息 那最终你的所有答案在哪 在草稿纸上 如何验证我们的答案 是不是全面有没有遗漏 看我们的草稿纸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独测的一种 对于现代文学读的处理方式 叫草稿纸演算法 它分为这个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 分为两个形态 那我觉得可能大多数同学 你用这个低级形态就可以了 那低级形态 我待会一说是什么 你会恍然大悟 原来你整个其实这几年 好像都白学了 因为东西都在小学 那么高级形态其实是我内心的一个追求 也希望大家能够努力靠拢这个目标 当你采用高级形态阅读文章的时候 你基本上可以掘取整个文章信息的95%以上 那这些信息掘取全了 哪些应该落到答案里边 它哪些实在跟答案没有关系 心里在有数 整个现代文阅读 我们也是可以检验的 好吧 我们先看高级形态 高级形态要做的事情 是不断获取新的信息 什么叫新的信息 或者说哪些信息是有用的 待会在我们这四到五篇 现代文阅读的演练过程当中 我会给各位具体的呈现 为什么这个有用 为什么这个没用 所谓新的 比如说文学如何能够发展和进步 最后得到的其实是一个结论 就是这篇作品能够提现给我们新的 叫文学信息 怎么讲呢 我们说所有的文学作品构成一个文学世界 那么一篇新的作品 是不是有意义有价值 在相比过去这个庞大的文学世界里边 所云含的信息 比起他们来 它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提供 是不是写出了社会新的现象 是不是写出新的人格类型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逻辑和情节上的创造 这些东西都有了 这个文章是有意义和价值 它是要入文学式的 所以这个叫新的信息 我们往往评价一篇作品 好像还挺好 但是又说不出来哪好的时候 其实往往根本原因在于一点 叫零信息 就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将 所有之前这个庞大文学世界的信息 重新加以排列符合而已 也没有迸发出新的文学意味 好了可能说的稍有点远 要给各位解释什么叫获取信息 其二 我们在读的时候读的细一点 我们可能寻找乐趣 所以曹高之演算法 如果是一张曹高纸的话 我建议各位这样做一个划分 一张曹高纸 左边留三分之二 这个叫正文 是正文当中文章要表达的信息 而且是以后答题我们要用得到的信息 这边三分之一 这个叫干嘛呢 这个是找乐趣用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可能我这个人性格略有偏激 所以我在读这些 尤其是往往不知所云的文章的时候 往往内心的心态会非常的刻薄 或者你可以叫恶毒 总之用鲁迅先生那句话 叫往往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 尤其是揣测这些现代文阅读的 所以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加一些批读 比如说有病 比如说莫名其妙 之如此类的 可能在读的时候 我们通过对文章的批判 当然我们只批判文章 不批判作者 这个我们要调调 我们就事论事 但就这个文章的好坏 或我们在接受起来的好坏 来给出我们的定义 而不是说对这个作家进行人生攻击 我们只对作品当中 那个代言号的我 加一某一些批评 好了在此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说阅读 现代文阅读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每次说完这个题目以后 内心都有怨罪之情 又没法喝酒 没有办法像软机一样 以酒交胸中之快蕾 怎么办 我们干脆就还给这些文章 如果我们把这些恶毒的情绪都还给文章 而不是还给我们的父母 还给我们的同学 还给我们的老师 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我们为构建和谐社会 来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好了 寻找乐趣 我们待会也会做演示的示范 第一级形态 这个叫来自小学的操作方式来格位 这个叫分段 概括段落大一 分层 概括层一 然后从此基础上概括主要内容 然后提列中心思想 就这四条 分别对应了小学 三四五六四个年级 就是这四个年级这几条 而我们在小学和高三 或者说小学和高中 我们处理真正的差别在于文章难度增大 不知所云的程度增大 然后需要某一些出情的方式的体认和哲理方式的体认 所以最终想想语文课教什么 语文课教的就是处理不断难度升级的文章 我现在记忆犹新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看住服 根本看不懂 到了高一 我能看懂了 这就是语文课的功劳 所以语文课如果从文学素养的角度 恰恰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所以本身它的作用没有那么直接 没有那么功利 而恰恰也反过来 导致了在升学方面 语文受到了冷落和忽视 也是非常无奈 好了 咱们先看第一篇文章还不算那么不知所云 但其实比较奇怪 踏青的风日 李佩芝 OK 接下来我将用那种可能略含刻读 但我绝对不针对李佩芝统治 我们只针对文章里的代言号 那个我 我们两个工作 我们先采用高级性态 掘取文章当中新出现的文学信息 然后就是对其中某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 然后给予我们自己的批判 第一句 刮了一天的大风 OK 如果说批判的话 废话 有没有关键信息 一天大风 大风一天 OK 这是一个信息 不像春风 OK 不像春风 踏青的风日 不像春风 不像春风 它大概就是春风 OK 春天 大风一天 没有翠绿小草 没有鼓掌花蕾 何况又一丝也不温柔 OK 不温柔 你说大风 没有翠绿小草 没有鼓掌花蕾 这个不重要 这个就是那些描写性的语言 或者说温柔的春风 有这些功用 它叫大风 刮了一天 它不像春风 最关键词 不温柔 OK 第二段 第三段 可我觉得 这是最使我快活的风的批判 有病 带引号的我 最使我快活 OK 前三段 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不温柔 不像春风的大风 让我最快活 刮了一天 OK 这就是一句话 所以如果这一句话 你最后落实到草耳纸上 各位 再写答案的时候 这三段完全不用看 没有意义了 能理解吗 所以本质上什么叫曹高之眼算法 曹高之眼算法 是将有水分的文章 把那水分都挤出去 最后留下干巴巴的 所有的核心的信息 这些信息 恰恰就是阅读理解 最后要得到的东西 一阵阵杀神卷起 人睁不开眼 树枝花花里摇 电线呜呜的像 电线呜呜的像 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迎风前进 你会觉出 那风是囚禁的 痛畅的 它一阵阵扑打着你 扑打这个词 非常生动形象 看到一个个人 然后把你扑倒 然后痛揍一番 又酷广又热烈 人的心 也便不由的感到兴奋了 受虐光 我们踏兴趣 在早春二月 一群快活的人 选了个刮大风的日子 OK 一二三四五 五段了 你说他说了什么 大风一点也不温柔 刮了一天 早春二月 我咳爽了 没了 这些关于什么囚禁的 痛畅的 扑打着你 垫下屋的像 都是对于不温柔的表述 所以不温柔 如果你觉得 内心不是很有安全感 你加有括号粗 这是粗线条的 细部在哪 细部在第四段 标一个四 完了 需要找信息的时候 OK 不温柔 对不温柔再解释 好 第四段 这个就是曹高纸的作用 其实早上出发时 并没有封 好了 说来说去 又说到早上 出发时并没有封 这种是思路极其跳跃 跳跃的让人根本把握不住 天上铺里层淡淡的云 使太阳显得有些羞泽了 十几辆自行车 一旋出速度 在郊外的大刀上 即使时就感到疯了 OK 这是自己提出来的 我想 疯大约就在出城后才生出的 OK 出城后才有了疯 那么一大段 就这么一句话 起初 疯海绵腾 加下号线 各位 什么意思 命题人要考虑 什么叫疯海绵腾 所以疯海绵腾 凉凉的轻轻的 车前车后当着哨音 好了 疯海绵腾在这什么意思 蜵腾指的是疯不大 疯很温柔 起初 OK 起初疯蜿腾 后来疯大 他喜欢哪个 答他喜欢疯大 所以对疯大会有作用 这就是文章在阅读的过程中 如果你出题 你都可以把题和答案写出来了 预向远方 风雨裂了 仿佛起了肚里般 追赶着我们 又阻挡着我们了 疯大了 这可不是在城市里 楼道间流窜的小风 也不是街道上车辆带着的尘风 更不是烦销人耳边的吹风 这是一股充满生命力的豪迈的风 有鼓动力 感染力 竞争力 精神振奋 无比快活 OK 对那些囚禁的 痛畅的风 进一步表明它的功用 如果你觉得 OK 刚才那个不温柔三个字 可能太少了 这些可以写 因为不温柔和痛畅 囚禁是等价的 但是它的竞争力 感染力和鼓动力 可以认为是在此意上 更进一步 更深入的信息 OK 它是可以用的 车轮积极 风日笑笑 我拼命挣着车子 体验到一种自由奔放的热情 人一到大自然中 变纯净了 不再追求环境的安逸 不再迷恋家庭的温馨 不再辞较功名利禄 不再敏感 重鲁得失 人改造着自然 自然也改造人 核心 自然改造人 风让我回到大自然 OK 再往下 母亲曾爱探 好了 又跳过来了 我记得齐和夫 有些小说叫 跳来跳去的安娜 这个作者是跳来跳去的我 然后他从这个字路 突然就跳到那个字路 然后直接好像这个 摩托车飞有黄河一样 母亲曾爱探 离一辈子总忙个不停 等空闲下来 才发现腰也弯了 眼也花了 步履蹒跚了 母亲不曾续说 她向往过什么 喜欢过什么 她一辈子全为儿女操劳了 可不像母亲 她不是和我一样年轻过吗 这段写什么 母亲老了 下一段写 母亲和我一样年轻过 结果圈给儿女操劳了 觉得怎么样 觉得母亲活得不太直 你看我现在踏轻的风日 我那么爽 我的妈妈 人家也年轻过 结果现在也老了 不知为什么 默的详细母亲 心中腾起一股柔情 这个柔情本身它的重量 大概修炼过什么武术吧 能够腾空而起 我脚下更用心了 追赶着我的朋友们 向前野持续 大风中看来我们是唯一的踏轻者 这这么大风天 你还出来登行车 就不评价什么了 树木光粗粗的 还呈现出繁杂的 几何的立体造型 已经把天穹遮得 苍茫了 太阳隐去 只有风仿佛在捕捉 秒无痕迹 又似乎无所不在的村庭 OK 想完妈以后就开始玩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 没心没肺呢 好 风在踏兴 我们在踏兴 去年春前 他又跳到了去年春前 我已经有事误了 春游那天下雨了 人们回来都一临着湿路路的 很有些狼狈 我却生了羡慕 我想象了雨中登山的情景 泥泥蒙蒙的雨雾 李竹会更脆更洒脱 风会更清更挺拔 山风会更生荣 泉水会更清廉 人会更动行 雨天好 如今知晓了 风中踏行 更别有情绪 好 写了半天 没去就没去吧 大风天出来 但是真的爽 头发在空中 注意火炎般废物 一心飘逸 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潇洒气排 没有了斯文 没有了矜持 想象出现代人的热情与开放 大自然的功劳 而风像跳disco似的 拍打着你的心胸 让你强烈意识到 你还年轻 你还强健 你热爱生活 你充满了生命的原动力 不知道是不是拍一句 打出来一句 如果这样的话 估计就会被拍死了 风自意的吹 人自由的散去 在河边吹吊者 痴痴的凝视着河水 静等愿者上钩 这些都没有什么信息 都说风多么的好 说来说去都是风多么的好 天理什么挑剂菜去了 然后庸庸的躺在奥地里 眯着眼睛 倾听似的河生 我随着风游荡 快意里隐含那些不甘心 不甘心从哪来 注意 从始至终都说风好吧 对吧 然后你说是因为风不甘心吗 不是 是去年春天没雨里登山吗 也不是 你看如今更有情绪 那想来想去 能有什么让他不甘心呢 在后文当中 或许还有前文当中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想起了母亲 那母亲上有什么不甘心的 老了 所以在这可能 哎呀 我早晚也会老 因为妈妈也像我一样年轻过 所以我也有一天会像妈妈一样 不甘心 可能从上文当中 得到这么一个理由 往下突然远远偏见几个孩子 天野上奔跑 原以为他们在追逐打闹 戏条 还他们在放风筝 探号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探号 抬头望去一只小小的风筝 随风飘去 向之挣脱了 智固的小精灵 向天地藤月 我开心的笑了 十分惬意 又快下发现 这是文章的结尾 如果我们期盼者 从文章的结尾 找到不甘心的理由 实在找不到 而且更要命的是 文章结尾又给我们操了 另外一个难题 我开心的笑了 十分惬意 为啥 好吧 我们只能说 那只能是因为看到 刚才孩子放风筝吧 他刚不甘心 他就看到孩子放风筝 就开心的笑了 那想到妈妈 不甘心 想到孩子 惬意了 各位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想到妈妈 早晚也会老 看到孩子 我还年轻 就什么理由 除此以外 你说还能有什么呢 那我们看看这个题吧 那我们从文章得到的信息 就是这些 如果题目能够 再给我们一些新的信息 或者答案 能够让我们对文章理解更深刻 也可以 第一题 踏听的最初 作者感觉到风筝腼腆 作者这样写 好在什么地方 腼腆一词 以人化的手法 写作风 最初的温和 没问题吧 欲扬先毅 为后面写风的 即使做了铺垫 主要是 当然前面也说不温柔了 所以你说跟这个 做对比 也可以 不一定非用到铺垫 在这些 细部的问题上 不用强调的 这么刻意 第二 本人写一四大经经历 写到去年春前 是否有全脱节 这种题 这个叫关键语端作用题 刚才那个题 说腼腆 这个什么好处 这个基本上是这个赏心 赏心 你要说这个 腼腆什么意思 对吧 然后在这儿呢 说是否与前文脱节 肯定不脱节 为什么不脱节 因为他写去年的 是为了渗托今年的 对吧 所以他之间有那么一个 结构上的作用 然后丰富文章内容 深化文章主题 类似这样的术语 这个我们在上面会讲 不脱节 登山清景 比较渗托 然后风中踏青 说体现了散文 行散神剂的特点 这句话往往在答题中 是不会出现的 不会要求到这个层次 三 莫为 我开心的笑了 十分惬意 一句话 前者心情有什么不同 前面不甘心 后面惬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事作分析 这个是情感主旨题 因为起到文章莫为了 前面为什么不甘心 想到有一天 也会像妈妈一样老 为什么又又又 这样的变化 看到孩子放风 觉得还是真心当下 好了 风中踏青 精神震慎 无比快活 不甘心 到文末 开心笑了 几个孩子放风 还年轻 似乎追究 还来得及 不必得失忧虑 就这么一篇文章 他的确什么也没说 OK 第二篇 泥土的声音 我要说的快点 我又听到了泥土的声音 扑扑在绿草中的田梗上 我们想象一个情景 大男人扑在田梗上 扑扑着 OK 这就是文章开头 呈现出来的情景 我男男人 肾中的手紧紧钻起 把有量有量泥土凝视着 几乎是贪婪的 袖着那久违了的兮兮 各位还原情景 他在哪 不停的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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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抓起一把土 然后贪婪的文朕 我合掌 侧着良久 张开掌 你顺着手心落下 一捧泥土慢开去 一阵令人心意一般的惬意 透过手心 嵌入心脾 人似乎无端的就舒服出来 什么叫心意呢 字典上讲心意是心脏前期的某些梗色 就属于类似于心意梗色那个样子 摸了你土 然后就 他就爽了 OK 这就是这两 这两段给我们呈现一个独特的 虚实人的形象 我抬头仰望着 避蓝的天空 天空一尘不染 远处这个山轮 微移 像一幅血一画 然后进幅倒岁 怎么怎么样 多年没有过的 O 注意还有一个O 我的心 悟然就站立起来 OK 心意实现了 然后头又俯下去 几乎贴着融融的草地上 被无边无银的成绿淹没了 听到泥土细气的声音 又说泥土的声音 轻轻的悠游静暮 无法言说 心浮在土地上 才能听得到 OK 泥土的声音讲什么 讲这种悠游静暮 一种安静和宁静 倒数出来的趋程度 坐了起来 看着西天间那轮爽朗的落日 抚摸着衣有些蕊花的稻碎和叶子 咬了一下 脚中一团清香 清清的 泛泛的 狂躁不安的心 OK 这应该是心悸的后遗症 完全安顿下来 九居都市被沉潇轻扰的心灵 抖的回归到宁静中 虚空的心被眼前的景象充盈着 好了 心灵在这块 如果写到乡村 如果写到泥土 一个最重要的目题 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二元对立 在这二元对立当中 源于沈从文往往的感情形象 回归乡村 城市是喧嚣的 是有淹似性的 是空虚的落寞的 所以在这泥土可以给我们内心 带来内心的充盈 内心的安宁 在一轮落着的霞光里 两个大叔扛着锄头走过来 他们在不远处停下 OK 如果两个大叔一直到旁边 还有这么一位 他估计他们就会远远的停下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 他们说要晒田了 刀要熟了 他们用锄头给田隔开了一个缺口 听见他们用脚还在泥土上剁了剁 他们的裤管高高卷起来 你看这是一个窥视者的形象 一个大叔 在另外一个田鞏上 窥视着另外两个要跟前的大叔 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场景 然后组织除了 叙说着 对话简洁 交谈中有爽朗憨厚的笑 虽然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 明白他们的交谈 绝对名义全力无关 小的多半在说眼前的庄角 OK 一个大叔来了 在说庄角 儿时常有的记忆景象越发让我感动 他听着大叔的话 叫哭了 记忆是我于艰难苦涩时 看到这个泥土被一浪浪翻开 跳跃 因为是心颤的黑亮黑亮的光子 牛拱着背 李也拱着 装着人也拱着 庄解人只有单方的脚 踩在土地上时 弯下他们的腰 不仅仅是对土地接触 OK 这块非常重要 因为这块是议论的表达方式 尤其两个大叔来了 而且都写到第六段了 这起码也应该是重点了 亲近生命 父亲对我说 种江河的 松脚踩在泥土里 心裁为踏实 我想他们才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苦吗苦 累吗累 沾满泥土时 枕着肩梗 安心睡起来 泥土给了他生命 这一定是要发问的 他们才是伟大的哲学家 关键语句含义体 那在这哪伟大 他们去劳作 他们去热爱土地 他们去尊重土地 这几块就够了 太阳快吸尘了 大叔拥用脚 在泥土上坐了坐 扛着铸子走了 夕阳一挥 天地合起来 再次突突在土地上 听到泥土中细腻夹杂的逼拨声 那是泥土在发酵 装起来在抽集 声音让人心颤 让人虚空的心 冲起来 OK 最后再强化 深化一下整个的主题 人狂躁不安时 亦或怨忧难解时 你去亲近土地 宁清泥土的声音 像天类之音 神明镜 星空一尘不安 好了 又重复一遍 统一反复 只要看了戏 就会发现 文章写的就那么点东西 没有什么难读的 又一次趴在天梗上 天哪 你不是刚起来吗 张开掌 泥土顺 手心落下 进行开取 又听到泥土的泥南声 OK 文章完了 文章写了个什么呢 写一个大叔 不停地在天梗上做佛称 同时窥视着另外两个大叔 然后就开始哭 不停地嘚嘚嘚 就这么一个形象 我们还原的越丰满 文章就越奇葩 我们还是看题吧 第一题 多次出现泥土的声音 多次出现泥土声音 简要概述文中的作用 标题作用题 标题作用题 我们后面还会详说 在这多次出现泥土的声音 OK 在结构上 一定多次出现会有两个 一个是线索 反复出现 构成文章的骨架 另外一个呢 多次出现 彼此有一个照应的关系 然后呢 既然是作用 那肯定还要 还要突出它 所以基本上 六分三个点 那果然 情感线索 首尾呼应 然后突出身后感情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为什么说 他们才是伟大哲学家 六分三个点 你说这些 那两个农民做什么了 OK 他们在这个实际劳作 而且还有父亲说话 实际劳作 肯定要占一个点 那表示他们真正在实践 这种生命 那文章本身 他在写什么 泥土土地了不起 相处能够带你安静 所以他们才是伟大哲学家 因为他们亲近土地 亲近完了 还会有尊敬 所以在这 OK 安身立命之所 精神安定 其实基本上 土地生命寄托 快乐幸福 敬畏土地 不上空谈 实践老作 践行着生命的意义 就是从前后文出来的 二三七段中 写了朴族在土地 这样一个姿态 结合上下文 分别想要分析 作者这样写的用意 那我们总不能说 因为他匍匐 才能构成佛称 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二三七 三个匍匐 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就不完全倒了 第二段 第七段 第三段 就是三个匍匐 前面刚开始匍匐 在一把土地 对土地有亲密 第七段是深化感情 第三段的话 他在后一段 OK 果然 一上来久违的 贪婪的 我们还记得那个动作 贪婪的闻着气息 第三段 用心热爱 获得了这些 静悟的感受 第七段 进一步深化 对的这个感情 你土生命 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 乡村城市之间 这个对立 内心宁静 这个要想明白 所以核心第一个 乡村生活是赞美 回归宁静的愿望 对土地生命的亲近之心 底下这个答案 给的稍微繁琐 比如说什么细腻 真实 爽朗 朴实 内心充盈 但是逻辑上 是差不多的 好吧 这两篇 这个奇葩的文章 我们先顾 接下来 下半场 因为时间关系 可能只有两天的时间了 咱们要看的是高考作为 高考的 这个现代的阅读 其实也不一定有多好 奇葩的程度 要比这个低一点 但是还是可以读出 很多有趣的东西来的 咱们休息10分钟 咱们休息10分钟